但是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四多年的发展 中国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核心家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间的作用越来越小 但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间的部分内容还在起着作用 比如说中国社会的家庭一般都重视下一代的成长 很多老人都愿意帮自己的子女带孩子 这一点在西方社会是很少见的 所以由此而形成的现代中国的家庭教育 家庭养老等等一系列问题上 都打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民族文化特色 所以家庭养老和西方社会的社区养老 社会养老是非常不一样的 家庭教育中间的老人对下一代的影响 那么在西方社会也是很难看见的 即使需要的观念在今天变得很淡薄了 但是很多孩子如果你说他是不孝 那对他的道德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间 如何发挥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间那些优秀的部分 以教育的成本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间 面临着很多的难题 我想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发展中国传统家庭文化 并且有价值的部分 这样对于促进中国式的现代化 也能够提供一个积极的要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